涉猎这部电影被央视六公主称为追梦励志电影的天花板 让人忍不住想要深究这部电影的内涵 作为一部励志片 它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价值观 以及如何通过角色塑造和故事情节来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启发 首先,这部电影成功地挖掘了嘻哈文化的价值 展现了机舞所传递的力量和情感 以及对青少年成长和自我认识的意义 在这个紧张压力重重的社会里 人们常常对自身的困难和挑战所困扰 难以找到释放自我,寻找人生意义的出路 嘻哈的独特性恰恰是让人在体验音乐和舞蹈的同时 找到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尊重 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所以热烈在这方面的传播是非常成功的 让人在观影的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信息和启发 其次,人物塑造也很突出 王一博饰演的陈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追梦人 他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 以寄进一步自我认识的过程 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感染力 在电影中,陈硕从一个普通的嘻哈爱好者开始 但是通过自己的坚持和不断的努力 他终于得到了感叹好的认可 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这种刻画人物的手法非常自然 贴近生活,既感人又令人敬佩 此外,影片的制作也相当精良 导演大鹏和制片人陈志希在宣传影片时 持续营造欢乐气氛 向观众传递影片的乐观和力量 这种宣传方式不仅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和期待 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一种观影氛围和观影心态 让人们更好地体验电影 对电影进行情感投入 在这方面,热烈可以说是还原了电影宣传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最后,我们有一个疑问 电影《热烈》到底是靠什么吸引了观众 使其在影坛产生如此空洞的效果 是对角色塑造的深蛙 还是对电影制作和宣传的精益求精 虽然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它在很多方面的精益求精 从人物塑造到故事情节 从影片制作到宣传推广 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种对卓越的全方位追求 赋予了热烈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认同 同时,影片所呈现的正向信息和价值观 也让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得到洗礼和启迪 总之,作为一部励志电影 电影热烈深挖了不同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成功地向观众传递了一些积极的信息和精神上的洗礼 黄一博在其中的出色表现 以及影片制作的出色完成 都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难想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优秀电影中 涉猎所传达的积极内涵将会被挖掘得更加充分和深入 感谢观看